好,我新增一個專案 那請注意這裡有很多種類型的專案 那這個是我們這學期會用的Windows4專案 那你這學期所用的 所用的所寫的程式全部都選這一個就對了 你不會用到別人 那這個WPF是新一代的視窗 但是到目前為止呢,還不算太成功 所以既然不算太成功呢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選 這麼快就選它,免得把自己搞混 那等它成功一點,要用再來用吧 而且搞不好它會死掉 那怎麼會死掉呢?因為Windows8拍出來 聽說是用SafeLite 所以用SafeLite的話 WPF搞不好就用很大 所以Windows4我們建立一個新的 這裡是有資料夾你可以選一下 那我們呢,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 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好,就選在這裡吧,決定 那Windows4 application 不要叫這個名字 我們叫HelloWindow 好,我們就叫HelloWindow 按Shaking 我們這門課是視窗程式設計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用視窗 但是各位會發現我們之後會回去交命令 為什麼? 因為交基礎的時候 不要把視窗扯進來,不然會太複雜 好,你可以看到這邊已經出現了一個小視窗 你可以拉它 拉它可以伸縮 接下來呢,你會看到這裡有個工具箱 你把滑鼠移上去 第一次打開的時候呢,它要出實話 你稍微揪一揪一揪 然後呢,你就可以看到 哇,這裡有一些東西好像可以用 那怎麼用呢?不知道,沒關係 拉一個進來 好,當你拉一個進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各位知道為什麼這個畫面出現G嗎? 各位可能沒有意會過來 因為Blender用久 想移動它就會按G 好,所以我現在把這個G改掉了 Blender真的用太久了 好 好,那我這邊就寫請按摩 好,這邊按鈕的上面的字變成請按摩 好,這邊按鈕的上面的字變成請按摩 這是什麼? button1 這一個按鈕叫 button1 它上面的字是text的屬性 上面呢你给它改成请按 它这边马上就会变成请按 那当这样子你就开始执行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 就是可以执行 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按它 它都没有功能 因为你没有写 我到底看了它之后它要做什么 那接下来呢 当然就是把它写一下 按两下点进去 它就会出现程式码 当然这个程式码 你现在可能会觉得稍微複杂了一点点 没关系 反正我们还得叫技术的趣向 好 那 我现在呢选一个messagebus.show 那你好 这时候呢 诶 刚刚的请按我就有功能 你看还是出现这个请按我们按执行 你好 一点点功能 当然这个程式是没有用 不过它在教学上是有用的 它基本上就是你在学诗语言的时候 我们学习程式语言通常现在都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 这个惯例就是 第一个程式一定要写hello word 有写过吗 第一个程式一定要写hello word 什么意思呢 以习语言而言就是 你要写一个程式让它printf hello word 然后就印出hello word 就这样 这一定是你第一个要写的程式 所以请记得各位以后学任何一种语言 你第一个程式就写这个 有好处 确定你会输出 有很多东西输出并不是那么容易 各位有没有听过要写200行的程式才有办法 可以输出一个hello 有吗 之前的视窗的3.1的时候 我们要写200行的C++才可以输出一个hello 那时候呢 我看到那200行 我虽然会 但是我决定不要写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一定会有比较方便的工具出来 我要把现在学这么不方便的工具呢 那但是 那还持续了蛮久一段时间 好多年 应该用五年 所以那五年我都在等 那我等当然就是观察什么时候要进场 那不是买五票 是什么时候要进场 学程式 好 所以你再一次呢 它还会再出现 那这个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市场程式 我现在讲喔 各位一定觉得很简单 但是 现在换你 好 各位开始做一遍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能不能 认为 我们 我们 喜欢 准备 我们 现在 我